如果我们获得一些好的数据 能够帮助市民、帮助患者 我相信这是有助推动我们 与更加不同的病人和西医合作 某类型的病种 Evening 某类型的病种比内地少 因为人口上市没有那么多 特别是罕见病 某类型疾病 某个类型疾病人没有内地多 内地人缘有很多 数量有很多 病种也有很多 其实内地有部分合作单位 包括药厂和学术机构 都願意與我們合作 我們進行多中心的臨床研究 以同一個臨床研究方案 同時間去進行這個研究 希望能夠獲得一些可對比性的數據 來證明在中醫藥療效 有效性和安全性的一個重要的部分 如果我們做一期研究當然沒有問題 現在做三期確是少一點 因為它不是一個特定病種 譬如有二十張病的床 或者一個特定的數量 它是否只收納某一個病種 那些病種是否符合所有臨床的 納入的要求和沒有排除的要求 譬如再說多些 我們臨床研究方面 其實都有很多規範 包括我們要符合所有的納入條件 要一個都不能符合到排除條件 這樣才行 所以如果你說只有二十張病床 你是否確保這二十張病床 就是收納這些病人 如果不是的話 即是相信這二十張病床 就不是全部都可以提供 可以用來做臨床研究 我們這個研究是一個小而濕疹 病人不算難找 但是病人是我們容許他仍然 調查淚固醇和潤膚膏 因為如果我們不容許他這樣做 是倫理上不太好 因為病人已經很嚴重了 因為我們是相瞞 隨機對照的臨床研究 有部分大約一半人 是用一些沒有效果的對照的藥物 那些是會影響到他的生活質素很厲害 因此我們整個方案的設立 在那個研究中 是容許病人仍然在用對固醇 和仍然在用潤膚膏 不過要記錄給我們 但是在當中 因為西藥也有效果 你怎樣去拿到一個 能夠在統計學有對比有效的 不容易 我們接下來有一個 就是做鼻敏感的 因為鼻敏感那些病人 就沒有什麼西藥可以吃 我們其實初步已經找到很多的數據 在他的生活質素上 有一個比較大的差異 就是透過中藥來提升他的免疫力 我們中醫的靜氣 提升他的體質 從而令到他過敏性 這個就是鼻敏感 有一個舒緩的效果 譬如有一些某一些病種 我們是會和醫院方面合作一起去做的 包括了我們已經完成了的一個不認證 那怎樣去提高我們那個 男性精子的一些質素 和數量方面 來配合到整個西醫的治療方面 這個是做得不錯的 我們透過我們已經進行 或者進行當中 和西醫協作的一個研究計劃 如果我們獲得到一些好的數據 能夠幫到市民 幫到患者 我相信這個是有助 推動我們 和更加不同的病人 和西醫合作 是打開我們一個合作的機會 因為他就能夠透過一些成功的例子 去辨識到 原來中西醫協作 確是有一個協同的作用 大家就會有更多的合作空間 去推動這件事的發展